OK,它这里写150mA 所以就是说这个呢,如果有超过150mA的Lotin 它是可以感觉到 它150mA的Lotin,它就 如果它说,它take chart的时候就是要证明 它可以,你的那个ELCV不是止碳 就是说,你本身的ELCV的150mA,它就会跌倒了 OK,就是说,它特定弄一个150mA的Lotin在这里 你那个DB Box就会跌倒了 就说,你的ELCVOK咯 就说,如果你这边一按下去,它跌倒的时候 就OK,但是你按的时候要开电了 像我这样开电脑,就是OK咯,三盏灯找咯 三盏灯找就是OK咯,没问题咯 最怕就是前面两盏灯找,后面 后面找就是 前面两盏灯找 后面那盏灯没有找就是没有地线咯 没有地线是很危险的,一定要 或者有地线它没有接到咯 所以就要打开来看咯 迟一点我才跟你们讲,怎样看那个地线咯 也要打开来看咯 它有,但是它没有接到咯 断了咯 没有地线是很危险的 我的邻居跟我讲了差不多五六次 他讲,Must have earth 一定要有 earth 一定要有地线,他讲 你没有地线啊 如果你都没有地线是 你的ELCB是不会跌的 你这个ELCB是不会操作的 他讲,他一直跟我讲 现在我才知道 他提醒我 所以你没有地线啊,你有什么事 你那个 那个ELCB是不会跌的 不会跳杂的 跳杂就是它整个跌下来 这样没有整件物质的 变成你就危险咯 所以如果有 有跌杂是好事咯 应该跌杂那就跌杂了 但是如果他不应该跌的时候 无缘无故跌呢 又不是好事咯 OK 所以那个要稍微了解一下咯 4点CN 现在主要是看这个 OK啊,上整灯 关掉 这样就没有跌了 当然你没有跌 没有跌你就被按是没有事咯 但是 我们没有按啦 不过你做这些Testing呢 是早上啦 不要晚上做啦 尽量 再开多久 OK 所以这个 我忘记是买到的钱啦 不会很贵的啦 很方便 它可以告诉我们有些什么问题 因为你没有地线啊 你没有地线是你不觉得的 你全部东西照走的 我们主要是火线的零线嘛 火线的零线你就会觉得有电咯 但是你没有地线 你又有漏电啊 比如讲这边是阿温啊什么 你轰面包人家一走电 你就 怕轰到你整个人咯 轰到人是小事咯 如果出电咯 出电不是玩笑咯 是OK啊 我看有什么可以和你们分享 OK 晚安啊 祝你们晚安 对啊 150M Billium 状 Billium Billium